佛陀讲的法就是四圣地 就是讲因果 可是我就觉得 很多人花了所有的精力 所有的力量 都只是在皮毛跟边缘上 抓一点点 但是他们的心力很强 他们是一种心 一种心 这样 所以把整个学佛的过程 变成好像很复杂 好多花招 好多招数 我突然间就是对着 整个大地这里的人 就有一种很强的一种悲悯 我就觉得 他们这么卖力 这么善良 这么冲 但是 这么为那个法 为重 但是就是没抓到重点 你看他跟我讲 中阴神那些东西 我只是一个礼貌而已 而且我知道他已经满了 他的杯子满了 所以我不跟他讲 他的杯满了 他听不下去的 所以我就是对他有一种慈悲 他在跟一个很懂这件事的人 在讲 他以为他在教 他根本不懂 我可以告诉你 这件事情不用跟我谈的 中阴神这件事情 是完全不需要跟吉祥尊者谈 我可以告诉你 不是骄傲 没得谈的 这个是没得谈的 什么时候的情形 这些是没得谈的 他不用跟我们谈的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他就是 我就是觉得 哇 这么这样的复杂的体系 建立了起来 说了起来 滑了这样多的精神 这样多的力量 去表达表达表达 可是在我心里面就是 啊 这些是什么东西 浪费了 滑了这样多的力量 滑了这样多的力量 所以我知道有些是方便法门 方便法门 但是我只是觉得很可惜 很可惜 这种同样的力量 如果是他们有遇到好的缘 然后他把那个这样的力量 投注在对的地方 就不一样 所以我也有发愿了 就是说 但愿未来 不管几时几时都好 不紧张了 反正我没有时间 甚至有因缘的话 实际成熟的时候 我希望能够让 佛多严实的教法 给也让这些 这么真心善良的人 得到法 然后是这样 所以我就有这种体会了 就觉得 其实我看这些东西 我听他跟我讲 一大堆很多人的故事 其实很多东西 我都知道了 但是我们是一个礼貌 他不懂他在跟一个 在这方面很懂的人 说这一读 我们不是骄傲的 这个东西 我们作为 帕奥加多的弟子 实在是 我可以跟你讲 说整个世界的佛教里面 我们是最幸福的 我可以 我很肯定的这么说 整个世界 所有这些 苦苦卖力去修学 去寻找的那些佛教徒里面 我们是最幸福的 就是这么清楚的 这么单纯的 就是这么简单的 就是这么有力量的东西 但是呢 人家可以绕我 我听这些东西 我看这些东西 我在我心里面 就是好像在看着一个 一条直线 就可以到这里的 然后我看到很多人 在绕圈子 绕绕绕绕绕绕绕 好像在迷宫里面转 然后转了过后 还很高兴 他们得到这个方法 这么多 每一个细节 这个路线 我得到这么完整 这么丰厚的那个路线 然后这么厚的那个法 其实就只是这个他们 最重要的那个他们 就没有了 很可惜 我可以告诉你 所以我有很深刻的 这种体会 但是我也知道 这些是力量 我知道这些都是力量 就好像你本来就是 你怎么要面对 这个老虎 狮子 猛兽 那么你会 就好像你遇到 很多的师父 很多人教你 什么剑术 棍术 刀术 什么术 绝完了过后 然后释迦摩尼佛 教你飞起来 你飞起来老虎咬不到 你就直接飞上去 就直接飞到山顶就好 但是 这些人会很高兴 我用这个方法 降魔了 我用这个方法 克服了这个狮子的 我打赢了那个老虎了 我赶走那个狼了 我骗走那个狐狸了 很多方法 全部的方法 我知道他们都很厉害 我知道这些都是本领 可能叫我 我真的做不了 你可能叫我跟狮子打 我未必打得了 但是佛都教我一遭方法 飞 自己一飞 完全不用打 就过去 我的体会是这样子的 一个体会 我的体会就是 我就看着眼巴巴的 看着一大堆人 去学完了这些东西 学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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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知道有一个 飞的方法 我很清楚知道 有一个飞的方法 但是我看到大家都在 学这个 而且沉迷在其中 而且很高兴 他学到这些东西 现在我这是一个 很深刻的体会 所以突然间就 反照自己 我有没有浪费时间 在那边兜圈子 有 我们也有兜一些 不该兜的圈子 所以突然间 一有这样子 反照过后 就很单纯 我就觉得 太单纯了 不要想太多 不要自作聪明 不要尝试比佛陀厉害 佛陀讲什么 你做什么 这个因就 这个果就好 不要这样厉害 不要在那边纠结 转个没完 不要 佛陀讲 飞就好了 你就跟着这样子 走就好了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路 自己的生命历程 搞成这样复杂 何必 何必 不需要 我现在的心情就是 我看到别人 把他们的生命搞复杂 我只是 能圈就圈 能讲就讲 但是我的心里就是 这是不需要 这种复杂是不需要 那个心里面 有很深刻的 这一种的体会 我看到这种 千万都 我觉得 很多东西都是在转 转个没完 我觉得 做佛陀的好弟子 就不要再厉害 做佛陀的好弟子 佛陀是怎么讲 我怎么做 这个就已经带给我们 很多的快乐 所以如果 所以是时候 这些事件的东西 我稍微先了解一下 只是所以是时候 跟人家交谈的时候 建议一点戒地气 这样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东西 在我看来 也是在那里 转来转去 转来转 转得很复杂 不要搞太复杂 总是认为复杂 这一定是答案 复杂不是答案 应对了就是答案 很可惜就是 这个世界上 就是有些人 拥有这个就没有那个 有那个就没有这个 这里的人拥有 这样好的时长 这样好的力量 但是他们的法源 就是停留在 比较西厨的层次 不是单刀直入 我们有这个法源 然后我们又有种种的东西 不然就是这个 那个 软弱 什么 又经不起这种苦 他们是经不起这种苦 艰苦的环境 但是他们又没有这个机会 得到这个法源 就算有这个机会的时候 他还是被已经满了 他已经认为 他这个是已经很够 我可以告诉你 而且有些时候 造一些业有关系 如果造那种业 这个是小乘 这个是小乘 这种业一造了的话 很损 他就一直不能够 射受建那个法 不能建那个法 所以不可以随便去评论 小乘什么乘 我今天都没有评论这些 我只是说 这个我只是 因为我没有懂到完 我只是说 我懂得 这个中阴生 那个东西 肯定是不要过他 然后这个 然后其他的 就是这样 但是你看 我还是很小心 我不会随便去评论 人家的东西 除非我很精通 我只是说 这个 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我不可以否定 有些东西 有它的一些作用 一些力量 但是像他们会讲 你一定要拜这个 要拜这个 其实我们心里面 一看就懂 其实只要你还抓那个像 都是许望 许望 就是说 我们有些时候 只是一个代表 其实我们懂阿比达默的人 我们都懂 这些像 你讲拜 我也随顺 如果我不随顺 也是一个自我 简单 拜就拜了 也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们内心里面 一定要懂 功德是怎么来 它怎么起作用 是我们的心 你的心 不懂得调对 你讲什么功德 也不对 一直在执着 在这个外向 那你还不知道 真正的要点在哪 现在